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赵婷玉 马上来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劳动自由大提升 台湾经济自由度全球前10名 今年经济成长 台经院下修至2.12% 台湾大Inokia展示5G频段应用 电动脚踏车经7年出口年增42.6倍 成长最明显 我们来关心台股 费城半导体指数飙涨5% 重振半导体股族群的信心 台积电南亚科等表现亮眼 今天台股开高走高 蓄势挑战万点整数关卡 成交值也渴望超过新台币1100亿元 创1月10号以来最大量 好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美国财经媒体CNBC报道 苹果本周从神秘的自驾车研发团队 泰坦计划解聘超过200人 CEO库克今年将首次出席 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谈话受到关注 中国汽车市场销量创下28年以来首次衰退 冲击全球各大车厂 南韩现代汽车公布最新财报 去年第四季净亏损达2030亿韩元 约薪台币55亿元 是2011年以来首件单季亏损 中文智慧音箱进入战国时代 华硕24日宣布首款智慧音箱小部在台上市 具备在地化 生活化 个性化 引战中国大陆厂商和电信业者 能及时处理问题 保障用户资料安全 而远传去年6月与今年1月都推出不同款式智慧音箱 远传预估台湾智慧音箱市场整体销量 未来4年内至少可达到200万台 美国联邦政府公布最新数据 因为石油和天然气生产旺盛 美国有望在2020年成为净能源出口国 这将是美国近70年来首次摆脱对进口能源的依赖 新唐人亚海电视这一报道 台经院今天公布了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预测为2.12% 那么相较上一次的预测能下收0.08个百分点 台经院表示了主要原因是出口表现不尽理想 再加上国际杂音多 那么另外专家表示台山回流带来的注意 在今年二三季会有比较明朗的表现 出口表现在12月是副全长 那我们知道外销订单反映到今年的一二月 其实整个出口表现也都不尽理想 再加上国际的杂音非常的多 台经院公布2019年台湾经济成长率预测为2.12% 相较于上一次预测下修0.08% 尽管去年12月制造业服务业与营建业 三大营业气候测验点同步止跌回升 但台经院仍保守看待未来景气 外冷内温的情况之下 你这个测验点即使有短期 一点点的触底 也不代表它可以反弹 甚至开始往上扩张 我觉得那都是太乐观的预估 目前还是要非常的保守 主际总处日前预估2019年GDP为2.41% 中研院估2.45% 台中院估2.34% 中经院2.18% 而台经院只有2.12% 至于是否有将台商回流纳入GDP预测考量 台经院表示目前美中贸易战局势未明 台商考虑因素多 具体效应仍有待观察 美中贸易战现在打一打停一停 我觉得台商会考虑的越来越多 但是我们的政府 我想它这些交商的方案 其实还是有效的 就是民间投资条高这边有参考这部分的数据 但只是说它确切的数据也很难掌握 所以只是微幅的增加 如果真的有比较明朗的情况的话 不许在第二季或第三季 台经院指出包括美国国内外政经纷扰 国际政经局势不稳 主要国家央行货币政策 以及国际能源及原物料价格走势 这些都是影响2019年经济情势的重要不确定因素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家伟张远亭 台湾特别采访报导 好 待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 报纸讯息 红博社美国商务部长罗西表示 取得美洲贸易协议人遥遥无奇 金融时报欧洲央行警告 欧元区经济进一步下滑的风险正在扩大 华阶日报 美国大型日用品以及饮料商环保策略升级 将发展容器再回收消费方式 日本经济新闻 日本大型电信公司KTTI 将被卡布党创网络证券公司 出资1000亿日元 随着车辆技术不断的进步 以及欧洲严格的排放限制 涡轮增压车型逐渐成为车辆市场的主流 也带动了涡轮增压器庞大商机 而面对国际各家大厂竞争 台湾一家成立不到10年 专注于涡轮增压器的制造商 已经成为欧美涡轮增压器 OEM的新宠儿 而这家台厂对零组件的每个环节 都像工艺品般的精雕细琢 因为一有疏失 将可能会造成驾驶危险 那么接下来的专题要带您直击 台湾业者是如何透过涡轮增压器 成功打进欧美市场 大型圆盘稳定转动 为涡轮增压器当中担任润滑作用的止滑片 细致慢磨 磨好后先量测 没问题再入磁针研磨 让表面细化 拿起一片研磨前跟研磨后 磨好的止滑片 表面细致有如惊弓 如果一旦这个润滑的功能不具备的时候 那我们通常这个涡轮就会产生所谓的异常 也许反而会所谓的形变 看起来很简单 可是它其实像中间这一段来讲的话 它的精密度是1μ 我们头发的粗度是0.1 关于它这边的误差值是0.001 从零件到轴承 将涡轮增压器的每个环节 放到最大再细心雕琢 就是要确保产品的稳定与安全 自家2011年成立 不到10年 已是全台少数专业涡轮增压器 制造厂商之一 客户遍及欧洲北美 其中美国一家占全球 有四城市战略的UTV集团 最后决定将自家中国大陆厂订单 多转由台湾代工生产 我们刚接触其实是2013年 他们开始计划是说 怎么从传统的引擎 变成一个涡轮增压器引擎 那在那当时 它其实在大陆已经有两家核子厂 我们的核心零部件 我们现在其实是变成唯一供应商 因为我们的稳定度是最高 那因为这个系列产品是 等于卖在新的撒冷车 UTV上面使用 所以对客人它其实 他们care的是品质稳定度 根据资料统计 在全球环保趋势与新型市场需求驱动下 全球车用涡轮增压器销售数量 从2016年的3800万台 成长到2019年的4900万台 达120亿美元 而车厂定位才最高标准 通过德国来英国际标准化组织验证 IATF16949和十多项专利 引领前进的是集团第二代 66年次的詹俊能 其实我们看到是说 涡轮这个东西会成为一个趋势 有点像是传统手机 变成智慧型手机 更换的这个趋势 我们有关系企业是2003年 就有一些资源站 所以我们针对这些东西 觉得它是一个对的产业趋势 我们有部分的know how在手上 所以基于这两个来成立 那刚好这一块我觉得刚好是 以前练经济学会的东西 詹俊能说自己是另类接班 因为集团需要从基层做起 更钻研涡轮相关研究 现在可说是涡轮专家 基于集团在汽车修护 及领组建领域耕耘30多年 相关企业回馈的维修经验 成为詹俊能在涡轮增压器的领悉 并与关系企业合并 增加改装车 特质化生产 也所定位来燃料电池车需求 看到比较大厂像Toyota Honda 他们其实都持续推的电动车 有点像是在燃料电池这个领域 对 燃料电池领域 其实我们涡轮它就有扮演的角色在 客制化就会有我们自己的色彩 我们自己的研究在里面 所以我们也可以跟所谓的大陆这些厂商 就是很清楚地划一个界限 营营少子化自动化趋势 詹俊能率领团队 开发机型自动组装产线 而放眼未来 詹俊能说 下个阶段将着重日本及台湾市场 要把这份让欧美肯定的荣耀 带进亚洲 扎跟台湾 待您看到下周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1月29号英国国会表决托欧B计划 1月29号Apple发布第一季度财报 1月31号美联邦公开市场理事会 公布利率决议 2月1号1月台湾采购经理人指数发布 好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赵婷玉 我们下周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左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